试试 芮城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个姓杨的咋还找你麻烦啊 因为姓花 姓花 不是姓花的错 还是冲着我呗 瑞昌 瑞昌 杏花的事啊 小妹都跟我说了 她说她回娘家 不是生杏花的气 也不是跟你赌气 杏花啊 毕竟是十三想任谢的闺女 你不管咋说啊 也不应该 不告诉她们一声 就把她带到张家口啊 那咋的 我还能眼巴巴看着 陈棍把她给糟蹋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哥 瑞昌做得对 瑞昌 咱回来吧 让陈棍自己到张家口干去 他不是老防着咱们吗 咱何谱为了他 在那儿担惊受怕的 哥 你没找过陈棍啊 他咋说的 找了 我把管事的亲戚啊 都找来了 他啥也听不进去 还说人家 是那个插手多管闲事 都是那个十三想鼓的的 要不然咋说呢 这唱戏的没个好玩意儿 我可不是说杏花啊 咋回事啊 瑞昌说杏花现在在陈家班学唱戏呢 日成 这有件事啊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啥 你啊 这对陈棍太人意了 张家口那货站 是用你的钱置办起来的 皮房和皮装 也是你一个子一个子挣出来的 那陈棍凭啥拿大头啊 他说让你把货站那个赔出来 你就赔出来啊 这话是我自个儿说的 我一让再让 无非是不想让三叔 辛辛苦苦致办的家当 就这么给散了 我答应过三叔 要让他的脾行越搬越兴旺 可现在三叔的家当 已经落到陈棍的手上了 就是 不管落在谁的手上 只要三叔活着 我就当是三叔的家业 陈棍对我不仁 我不能对他不义 别回来 老婆,回来了 不是 你娘子要他们找事,是不是 我跟你说,别他们爷爷回来你这找事 你这找找一身水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咋不死在外头呢 我死在外头,你高兴是不是 你还把大洋全拿走,把贫行全拿走 你抽热水 只要你爹再一天啊,那个贫行啊 跟你就没有啥关系 咋跟我没关系啊,我告诉你 你别老放我爹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当成孝子吗你 我跟你说啊,就你那搜主意啊 以后别老跟我说啊 咋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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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都准备好了 就给你爹送过去吧 爹 我爹睡着了 就是我 来 你要干什么呀 去把那个饭给爷爷送过去 娘 晚上太累了 我害怕 来 娘抱抱 俊叔啊 你说这个家是不是娘最操心啊 是不是娘最累啊 娘可能是上辈子啊 欠你们老孙家的 爹 爹啊 我给你送饭来了 趁热吃吧 热乎乎的 你看 热乎乎的窝头 还有小咸菜 那行 抱这儿啊 爹啊 要不 喝点 喝点 粥吧 嗯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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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贵啊 后上就喝多了 到现在还在看上躺着咧 哎呀 睡得呀 就跟个死猪似的 没办法 就只能我来送饭了 爹啊 以前我没怎么好好地照看你 你老人家别往心里去啊 等你好了 就去说说陈贵吧 别老让他一天到晚地在外面喝花酒啊 抽羊烟啊 让他对我们娘俩好着点 把钱呢 再赚得松着点 你都不知道啊 我跟孩子啊 我们娘俩过得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啊 他就是不疼我啊 也得疼疼 他自己的闺女吧 那可是他自己亲生的 好吧 好了 不说这些了 爹啊 你老人家趁热吃点吧 太好了 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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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雨 抽壳儿 陈坤 陈坤 快 快起来 去整个地方 把你爹给摆了 陈坤 我爹死了 我这你他娘都不 你 宿舍天 陈坤 快把你爹给下葬了 你咋真的干了你啊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他们不是 不让你爹进祖坟吗 千万别让他们知道 我这也是为你好 不 那不行啊 这二百二百临死的时候 他把家谱交给我爹了 说说说 玩我们这只天上 他能进祖坟 那他要是进了祖坟 他们问起来杂成 你不怕吧 反正我是不怕 我是穷命一条 我的命不值钱 你看着办吧 不然我就告诉他们 每天都是你给爹送罚的 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 什么 你把三叔已经埋了 埋了 天这么冷 又不是不能停 你咋就急急忙忙给埋了呢 你停着干啥啊 我爹又不在家谱上 也没杀亲戒 还还等着谁来烧纸啊 埋哪儿了 你们不让进祖坟 就随便找个地儿埋了 你给我说实话 三叔 是不是你和十三阳 合起伙来害死的 陈苗哥 你说这啥话呀 你这要传出去 我孙城坟以后怎么做人呢 既然做了 你还怕传出去 你 妹子 你说说看 我爹都病成这样了 你们俩又不是不知道 能熬到现在 那还不是因为我伺候的好啊 行了 反正啊 我也不是你们孙姐的人了 我呀 跟你们说不着 你 你给我回来 你干啥啊你啊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 你甭想迈出这道门 你想打人啊 打你 我还想让你偿命呢 哥 别动手啊 真是的 我今儿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那时我还认你们这门亲戚 不像你们 做得那么绝 你说三叔是必死的 那你这话 敢到衙门去说吗 衙门 三叔死得不明不白 我们要到衙门去喊冤 要求开关夜市 开 开关夜市 哥哥呀走下口 妹妹呀犯了这愁 提起的哥哥呀走下口 妹妹呀泪潮流 哥哥呀走下口 妹妹呀 老头子 你回来了 老婆 快去帮我添把火啊 我给你切点面条去 咱们做点好吃的 哥哥呀走下口 老婆 你别唱了 城下他们要开关夜市了 觉得假的 不是 那还有假呀 你说怎么办吧 一句话就把你下车三孙子了 你过来 过来 咋办呀 赶紧把你爹刨出来 一把火烧了 那怎么能行 你别老出这馊主意 咋不行 把他一把火烧了 然后这骨头渣子就这么一扔 干干净净的 我看他咋厌 那那那他们要告到县衙怎么办 你不是有熟人吗 整天吱吱呵呵的 正好是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对吧 能好使吗 咋不行啊 那不抓耗子的猫我见过 不喜欢银子的人啊 我还没有见过呢 您不告官不咎 您不告官不咎 孙大臣非上家谷 已非孙家之人 孙城调状告孙城贵 实属月祖带袍 孙大臣不得进入祖坟 亲子孙城贵火葬之 亦在情理之中 即是尸骨无存 摆棺厌尸之说 实属无击 退堂 准备 军展 刚才啊 你这个双刀没分开 我给你做一次 来 大海 走 这刀分开 再来一遍 等会儿 等会儿 大伙儿都停一下 听我说两句 那个年关就快到了 演出场次呢 我已经都包出去了 定金也收到了 大伙儿一定要好好地刷锦链 千万不能耽误演出 二爷 二爷 你看 这年关快到了 该封箱了 八十亿年的账给我们结了吗 是 二爷 该给大家发银子了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通知账房 到时一定把账结了 好吧 好 对了 左爷爷 明儿早上 你带着天亮越连越缠 上大城票号去写桌子 好 行 秦桓红 小山 你们来过来 明儿早上 你们给我去海南通票号 减万了吧 好吧 好 去吧 大家继续练吧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胡老板 这是一千块 到了福州啊 找到我们海南通分号 自然就会给你对称县大洋 请你吧 老板 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请坐 请 好 胡老板 我去送客 姓花红 来来来 请 你看 我这一忙啊 把写桌子的事给忘了 是 这时候啊 也不早了 这一进正月呀 像您这样的大挑号 哪不得连着请三天包场啊 那是那是 姓花红啊 以后 给我 当个干闺女 啥样啊 好好好 那感情好啊 姓花红啊 这任干爹的事啊 可是咱离渊行的规矩啊 有万老板给你当干爹 往后啊 你就不用盼那姓杨的了 那是 那杨布雷在张家口是横啊 那得看分跟谁了 他横太用一大班买卖 那钱都是从我们海纳通走的 姓花红啊 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 有干爹给你做主 伙计 那感情好啊 快的赶紧磕头啊 给赶紧磕头 我哪能真让干闺女给我磕头呢 来来来 老板 姓花红 来 拿着 干爹赏的 谢谢干爹 谢谢干爹 万老板啊 你看啊 这个 今年呢 你们是订了一百桌 那明年 怎么也不能比今年少吧 那是 你看啊 我这又是干闺女又是干孙女的 都在你们闪家班子 我不捧场咋行啊 那是 你写吧 明年海纳通票号 一百二十桌 好嘞 办了办你看啊 这每桌的桌价呢 是不是按三块钱订啊 慢着 我问你啊 我这干闺女明年 该拿包银了吧 是啊 你给盯了多少啊 这个 按我们闪家班的规矩啊 刚出图的 第一年是三十块 以后再加 太少了 这么着吧 你冲我的面子 我这干闺女的包银 你也别给太多 今年就给她一百块 一百 二爷 二爷 太多了 我不能要 我说慢了吧 这 这 这这这 要是答应 我每桌给你写到五块 五块 这不亏你啊 呃 呃 行行行行 万老板咋说就咋是 呃 万老板谢谢了 谢谢干爹 呵呵呵呵 包中哥 包中哥 不不给我开门 我开不开门 不不给我开门 静叔啊 不 嗯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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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叔 啊 怎么谁把你关家里头了啊 啊 我妈妈不让我出门 你爹呢 我爹不在家 他去哪儿了 他好像去什么什么口 张家口 嗯 那你娘呢 我娘也跟他一块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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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 呦 哎呀 哎呀 金叔啊 来来来来来 金叔妹妹 哎 小婉啊 快 跟姐姐上屋玩去 哦 哎 瑞昌 你再把金叔给带回来了 哎 他这他娘啊 把孩子扔在家里头 给关在屋里头 跑张家口去了 哎呀 这两个子可真是的 我得连夜回张家口了 哎呀 啥事啊 这么着急 你想啊 他爹娘把孩子扔家里头不管 去张家口干啥呢 我琢磨着不定导什么鬼呢 我得回去看看 哎呀 你看你出那么些汗 先回屋里喝口水 哎 哎 瑞昌 这道场黑不消停 你当心点啊 少掌柜的 这规矩可是老掌柜定下来的 你不能说废就废了 我爹定的 你找他去 哎 少掌柜 你这话可就是不讲理了 老掌柜的可早就说了 哎 瑞昌啊 瑞昌啊 你可算回来了 咋的 少掌柜的 把咱的皮方 他给卖了 啥 当初弄皮方 你跟老掌柜的不是给我们一些骨子吗 人家少掌柜的不认 保重哥 你真的把这个皮方给卖了 卖了 咋了 你咋能这么干呢 我咋就不能这么干啊 许你把那么大的货站抵给人呗 这就不许我卖皮方 那我当初不是说了吗 那货站的事 我来还呢 你把这皮方卖了 那我好的生意咋做呀 生意 就这臭轰轰的也叫生意呀 行了 我自己的物件 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哪 这皮方 大伙可是入了骨子的 就是 就是 骨子 你把字据拿出来我看看 当初 三叔相信我 我相信三叔 都是立家子 也没立查字据 可说出来的话呢 都是算数的 后来三叔变成那样 我能逼着他的字据啊 那现在三叔莫名其妙的死了 那我 行了 我爹咋带了你的 你找我爹去 你呀 啥也跟我说不着 没有字据 孙城坏 你是鸣抢了吗你 鸣抢 那你到官府告我去 我奉陪 等等 咋的呀 我没字据 那刀也罢了 那这个你总该认账吧 这算个啥呀 这个呀 都是当初你糊弄我爹地去的 王岳昌 你好好瞅瞅 这上面有我孙城坏的 签字画鸭吗 咋的 这你也不认 不认 愿意告你告去 爷呀奉陪 我这迎春院呢 盘了不到两年 本就回来了 要不是我要离开张家口 咋也不能这么见你出手 借 一千块钱还算借 你瞅瞅 你再瞅瞅这几个 那么少几个歪瓜裂枣的 只这他们还能招拉客人 不招鬼就不错了 那放在家里啊 都能避邪 你要是盘过去 靠他们几个 当然是不行了 你得换人 现如今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那两条腿的人 还不是一转一大爬 话是怎么说 五百 成就成 不成 我就找别出去了 五百 太少了呗 九百 特别让给你 六百 八百 一个字都不能再少了 七百 看你是真想干这行 行 一 你真是个够意思的好姐妹啊 那你就再忍我两天哭吧 咋的 钱不是问题 钱有的是 就是都在雨线的 我这次到家那口来 就是想摸摸底 然后找个好的爬口 我得归吃一趟 那 你给我留点定金 我给你留下十点 行 咱们这个掌脚口啊 现在可火了 是吗 有燕冰楼的警卫馆 还有美国人在这办的洋行呢 这翠风园啊 就是咱们掌脚口最大的戏丸子了 等等 翠风园 这个翠风园 不就是活经之 唱戏的地方吗 现在活经之也不行了 姓花红是翠风园的台柱子了 姓花红 他是谁啊 那谁知道 这个地方是有钱人才能去的 我进不去啊 像您这样有神父的人啊 想叫这个姓花红 花钱买票 进去看看不就行了吗 张师傅 我就剩这么点钱了 拿回去给大伙分了吧 这哪行啊 我们咋能要你的钱呢 走到这一步 都是我灵类的大伙 拿着吧 要不我心里都不好受 那 那 那你咋办呢 我再去找孙城贯 我不能便宜了他 师父 你拿着吧 你 好了 回去吧 卫城啊 只要以后用着师父 你只管派人叫一声 谢谢师父 师父您放心 早晚有一天 我还会把您给请回来的 孙城贯 孙城贯让你们回去 早晚有钱才会后悔的 您是张家口最好的皮匠 我看哪 不一定 看这样子啊 他是不打算再干皮毛这一行喽 瑞昌 瑞昌 快看看吧 孙城贯要把皮毛给卖了 查 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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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杨老板 杨老板 让您久等了 杨老板 久等 孙老板 叔叔吧 这是现大洋两百块 一块不少吧 不用说 不用说 你看杨姐这么大买卖 哪能坑我呢 是不是 不用说杨老板 孙老板 不用说 画鸭吧 好 我画 换 慢着 哥 你不能卖 你不能卖这个铺子 好些日子不见了 你闭嘴 哥 你不能卖 你卖谁也不能卖给他啊 是 我没啥不能卖啊 我自己东西我愿意卖谁卖谁 哥 哎呀卖啥都行 就是不能卖铺子 哥 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你卖给他们 不等于扇我耳光 是 你跟他势不两立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哥 你卖啥都行 就是不能卖铺子 哥 杨老板 你不能卖给他啊 为什么不能卖啊 这铺子 不在你名下吧 我和孙老板 可是正经生意 你要是胡折腾 我可对你不客气 亲羊们 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别想要这铺子 花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的道行 开鸭顶 哎 杨老板 势不得 势不得 打啊 王思兮的啊 这不是上牙再教会爷的买卖 去你大爷的 我私里打鸭子 不打 你不能给我面子 王思兮的 快打 杨老板 杨老板 求求你 势不得 去 不能卖啊 哥 不能 我私里打 别打 别打 画鸭子 画鸭子 什么的 哥 不能卖 哥 别打 好嘞 脆死你 哥 哥 哥 不能卖 哥 别打了 哥 不能卖 哥 求求你们 别打了 哥 不能卖 哥 这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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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杨了 收起来 谢你两天 把这铺子乱七八糟子都给我收拾干净了 是是是 走了 走了 杨老板 您放心啊 两天之内 我一定给您收拾干净了 杨老板 瑞成 瑞成 咱就认命吧 这事儿 就是打官司 咱也打不赢啊 这事儿 这事儿到哪儿还有办法呀 认了吗 啊 瑞成 吓开点啊 瑞成 我就是 对不起三叔 叫你阿渡管闲事 滚吧 滚吧 还不赶紧滚 还不赶紧滚 瑞成 走吧 哦 瑞成 来 走吧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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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 我来 在哪儿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去 好了 坐吧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动的皇家的内衣 不放是进去与其 建国家的内衣 是无敌 与其父亲生与与其与其 我家做二计 做二计不能租没有敏 のは十国人 のは十 守恋 证人 音声出色情 你说说过去 告诉我国家真爱的 越死越生越生气 你干什么 房间 好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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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认了吧 手里没自军 告也告不赢了 我知道 你心里头难受 两次走库轮 差点把命都给搭上 好不容易支下的产业 就这么 怪就怪 咱命不尽 命里头没有 住手的鸭子也得飞走 瑞昌 不要紧 哦 男子汉大丈夫能舌能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欢迎侯寒心 不是还能受胯下之辱吗 啊 瑞昌 不想那么多了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醒了 现在关键是要好好保重自己 不管你干的好与坏 我会始终跟上你 咱们两个 永远是亲兄弟 哦 哦 哦 哎呦,这不是我的闺女喜欢吗? 来,娘抱抱,抱抱 没事,没事啊 哎呦,我这闺女啊 可是在张家口红头老板面贴的人了 那名头啊,小得很啊 你们知道吗? 就来门口那个拉车的 那都认识我闺女呢 哎呦,你们可不知道啊 就在十几年前啊 我这个闺女啊,就是被人家扔在大街上 也是没有人要的小讨吃鬼 小,小可怜虫 更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当娘的 我是怎么辛辛苦苦的 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她给拉抢到这么大呦 你说到了没有? 哎呦,孩子啊 娘是来,专程来看看你的 你连娘呢 你不是我娘 我只是个伺候你的小丫头 哇,怎么能这么说呢 啊,这钥匙传出去了 那对你多不好啊 人家会说 你看见了吗? 人红了 连娘都不认了 人家说你没良心 不认就不认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哎呀 你赶紧给我走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孩子啊 你看 你现在是红了 哎呀 就算多么听话的闺女啊 她也有 也有白谱的时候啊 我是你娘 你说不认就不认了 你呢 可以不认我这个娘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会认你这个闺女的 十三相 你不走是不是 我可喊人了 二爷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走 闺女啊 那我走之前 那能给你算算账啊 奔钱来的是吧 怎么不早说 拿着 快走吧 哎呀 你就这傻瓜俩早的 就把娘打烦了 啊 你以为养个孩子 那么容易啊 你想要多少 这么算吧 你呢 我是从三岁开始养的啊 你现在已经十七了 这要是啊 每年六十块大洋算的话 哎呦你就十四年了 一年六七十块 亏你说的出口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看看 这些年你给我吃的是啥 十几年来 你给我买过一件新衣裳没有 那冬天的 我的脚趾头都落在外头 你给我买过一双棉鞋吗 买过吗 绿昌书都是给我买了两双 就这其中一双 还让你拿去退了换成钱 现在你倒有脸来跟我说什么 一年六七十块 好了 好了好了 娘就是看不得我的孩子流眼泪啊 好了 这么着吧 娘不给你要那么多了 咱们 剪掉一半 四百块 好吧 你看看啊 你在家家口 你可是红头半边贴的人了 哎呦 那么多的有钱人啊 每天都在追着你啊 追着你啊 你说你就是给娘七百块 不就是给娘七千块 也不算个傻吗 好 我给你就是了 二爷 二爷 你进来 二爷 小娃 你叫我啥事啊 这位是 哎呀 这位是 这就是 闪家班的闪二爷啊 哎呦 久仰了 闪二爷 其实啊 我这个戏啊 也唱得好着呢 我还有个义名 我的义名叫 十三响 醒了 二爷 我想支点钱 行啊 支多少 我今年的包银礼 把饭钱和银纸粉钱扣出来 剩下的全支了 哎 你 你值这么多钱干什么 您就别问了 就说行还是不行 行行行 我去给你拿去啊 我去给你拿 哎呀 你看看啊 我没说错吧 哎呦 哦 我疯人就说呀 我哪个闺女啊 最懂事 最听话 最知道疼娘啊 这些的钱 我会慢慢还给你 但有一条 我 以后别再说我是你闺女 也不要来找我 看看这个啊 高兴 高兴啊 爷儿啊 今天高兴啊 高兴 你睡吧啊 我都帮你把钱放起来 你拿来 放起来啊 拿过来 好 拿来 爸放我这儿我放心 放这儿 那你就睡吧 老婆 我又想听你唱二人台 唱啥唱啊 不叫吧 我就想听你唱二人台 老婆 唱一个啊 哥哥你走些苦 妹妹呀 饭了这愁 刘叔 刘叔 厉长叔 新花来了 啊 芮长叔 这是怎么了他 哎 还不是杨伯雷 把咱这程云昌给 你来得正好 好好劝劝他 瑞超 我先回了 刘叔 你慢走啊 我先回来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花 小花 你快来 李长叔 有啥过不去的 咱不都是个活啊 今天十三相找我来要钱 本来我都想好了 年底拿的包饮都给你当本做买卖 不过今年的包饮没有了 还有明年 后年 大后年 再加上客人给的零花钱 怎么也够咱们活了不是吗 我还可以把野后的包饮全都支出来 全都给你 让你当本做买卖 你就可以进好多好多货 挣很多钱 咱们另一个比现在大的院子 让婶子和孩子都住得好好的 再大的事不还有我呢吗 都会好的 都会好多货 李长叔 我不要你的钱 快回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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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爷爷倒完水 说太匠 说太匠 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娘的 爷他们没一次用力的时候 痛得快快的 娘的 不知道跑哪儿香火去了 十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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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 十三侠 你他娘的给爷爷等着 也非宰了你不可 杰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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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火跟拉爺不一样吗 那什么 我有钱拿着 赶紧把爺送到雨线 这大营归你了 都给我啊 这房租个废话了 赶快 快 快 前面有点小路 快 走那边 啥事这么着急啊 有急事 哪天我们再过来啊 走了 慢点啊 赤三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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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他娘的飞宰了 你不说了 六条 爸爸 大伙玩着呢 六号 爸爸来了 这是谁呀 这个 这是我的闺女 小静叔 静叔啊 这是桃花姐姐 玫瑰姐姐 桃花姐姐 母带姐姐 姐姐姐好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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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厂得真漂亮 那你们就玩着吧 我们也俩上楼了 好好好 走吧 孩子 来吧 接着玩吧 接着玩 坐吧 干谁了 我说咱们吃好的 喝好的 又好的 都得靠姐姐们这儿的 知道吧 嗯 今天晚上 天下又高了 姐叔啊 嗯 以后啊 咱们就是 有钱的人了 那会让你天天过好日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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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呀 走 西 哥 妹妹 呀 爸 呀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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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和她 城 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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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ะ 大善 大善 尤尤 二 家 大会不知道 邻居牛大娘说 是姓叔的姑父给接走的 姓王 那不是王小康是谁啊 那他咋没跟我说呢 十三两千个就把他接走了 他没说去哪 你家的事 我才懒得问呢 多好玩 等等 我问你 你们两口子 在张家口都干啥了 没干啥呀 没干啥 那你们干嘛 着急忙慌的 把孩子扔在家 那么急急慌慌的 跑到张家口去了 你们都干啥了 看你说的妹子 我们能干啥呀 我可告诉你啊 那十三想 把啥都跟我说了 啥 他都跟你说啥了 你甭管他跟我说啥了 我就让你告诉我 妹子 我跟你说 你可别听他瞎胡说 那个臭婊子 说不出啥好话来 卖铺子 开窑子 那都是啥主意 你看看妹子 现在他把拳拳捡走了 把孩子也接走了 他可把我坑苦了 行了 你别好了 我问你 他把锅子给卖了 十三想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们家锐昌呢 锐昌的钱呢 你看 钱全让他卷走了 小婉 快点 将就有套车 娘去张家口找你爹去 来 小心 走 就前边树底下停吧 慢点啊 哦 我把东西都给你拿来了 不用不用你放这儿吧 你辛苦了 没事我帮你收拾再走 不用不用我自己收拾 你放下吧 辛苦你了 谢谢啊 谢谢师哥 我帮你收拾好再走吧 回去吧 快回吧 谢谢师哥 真不用我收拾啊 不用不用 师哥快回吧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清花 师哥慢走啊 好 东西就这么多啊 都搬来了 嗯 啥也咋说的 这当了绝儿 在外头都有自己的院子 谁还住戏班啊 哎 绿昌 我这院咋样 还行 就是小快点 我要是有钱 我给你另一个大一点的院子 不小了 再小 它也是我自己个儿的家呀 哦不 是咱们俩的家 清花 再拿这身 你咋又说这个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要你明媒正确 只要你时常过来看看我就行 我是想说 那要是冲霞那天来了 看见了 我跟你说过 婶子要是愿意 我就给你做小 当时混丫头也行 那 又是不愿意 你让我一辈子不见你 我就一辈子不见你 到了 到喽 到了 到了 好 到家喽 到家了 到家了 你想啥呢 没想啥 小花 你说我是做生意的料 咋不是 前两年做得多好 可那会儿我有本钱呢 现在倒好 吃饭都成问题 不行 你去找望达叔借一点 他却被警告状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再说了 自古都是 救急不救贫 跟人借钱做买卖 这事我干不出来 那要不然 我去找我干爹万老板 不行 你找他干啥 小花 一个闺女家的 在绿洋行混不容易 你去逢场做戏还行 你赔吃赔喝也行 跟要去贪了人家的小便宜 你将来想脱身就难了 知道 咋 我说去找万老板 心里不得接 我是跟你说做人的道理吗 我都懂 那些捧绝的 送钱送礼的 按的是啥心 我全都知道 可我们做的就是这一行 心里再烦 脸上还得带着笑 干啥都不容易 你放心 我剩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除了你 这辈子我谁都不嫁 出去出去出去 快走 我要找个人 这没有你要找的人 快走快走 你 快走 快走 起带点啊 挑变点儿什么 好厉害 있으니까 看 人家 娘 我饿了 快吃饭吧 再等会儿 你爹快回来了 我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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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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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带了新衣服 妹子 真的 是你啊 嫂子 你啥时候回来的 上午回来的 嫂子 你知道瑞昌在啥地方 我从回来到现在还没见着她呢 太太 要出车吗 也许她出门做买卖了 不会出啥事的 你再等等 一会就回来了 皮行皮房都被橙棍给卖了 她还有啥好买卖做的呀 会不会去吕公子那儿了 我去李公子家问过了 人家在北京一直没回来 你到翠丰园找过没有啊 翠丰园 是个戏园子 就在清水河边上 我听说前段时间 瑞昌为了杏花 在哪儿跟姓杨的打起来了 还差点交光查办呢 杏花 嫂子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 就是 从库伦回来那会儿 咋 她没跟你说呀 没说呀 她只说 杏花在闪家班学戏呀 哎 嫂子 你觉得她俩咋样啊 啥咋样 她俩 是不是一块过了 她俩在一块过吗 我不知道 不过呢 上回我去找瑞昌 看见杏花住在那儿 这事你可得问清楚 别冤枉了她 不 我不是那意思了 我巴不得她俩好呢 咦 嫂子 我这段时间在娘家住 我越想 越觉得对不住瑞昌 我琢磨着 要是能给她找个合适的闺女 就把事情告诉瑞昌 好让她把我休了 我一个人带着孝心过 也比眼下 受这副折磨要好 承霞 你咋还折腾自个呢 孝心都这么大 瑞昌也没看出来 那就接着把日子过下去呀 像瑞昌这么好的人 大着灯笼也难找嘛 嫂子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听 这事没得上来 我 我看馨花那孩子 是个知情知义的人 要是瑞昌把她娶过来 争取 就算把她娶过来 也用不着把你休了呀 这张家口做买卖的 十个有九个都娶了二房 你要是觉得馨花好呢 我就做这个大梅 帮着瑞昌搓合搓合 那 让馨花当小 怕是亏了人家吧 有什么亏的 唱戏的还能当大婆 那不都当小吗 别想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有事要小心 那我走了 嫂子 去吧 谁呀 小婉 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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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你咋来了 是舅舅赶着送我们回来的 舅舅呢 舅舅看你老不回来 舅舅回去了 舅舅回去了 好 小心啊 怎么了 不哭啊 不哭 怎么了 小娘了 程翔 程翔 你看找到不认爹了 我娘去游戏宝哥哥家了 娘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哭不哭 娘 你回来了 娘 我弟弟哭了 少婉 去 娘回来了 娘回来了 不哭了 来吧 给我 行了 不哭了啊 小心 有日子没见他了 孩子都跟我认生了 刚想跟他好好稀罕稀罕的 有啥好稀罕的 当爹的能不谢儿子吗 我做饭去了 一会儿你喝两重 爹 爹 我去坐 别那么没出息 跟一辈子没吃过鱼似的 别说是他了 我也有真的没吃过鱼了 来 这干啥啊 咱白 我陪你喝一重 你啥时候喝过酒啊 你去把杏花叫过来 咱们一块吃吧 叫他干啥啊 上次杏花从咱家跑出去 你说是我说错了话 我其实不是嫌弃他 我说那些话也不是冲着他说的 可不管咋着 我还是当面给他赔个不是 臣这么烂谷的事了 人家早忘了 那我也想见见他 承下 你非要见人家干啥 我这还没见过真正的鱼呢 更别说跟鱼一起吃饭了 我是想 别绕了 要是想说啥就直说吧 爹娘你别说了快去吧 对咱们吃 咱不跟你杨说了 你要说的咱听不明白 来 瑞昌 来 我陪你喝一重 你喝啥呀你喝你喝 这啥酒 你啥意思 你这人可真是的 那两口子喝酒 还有为啥呀 你不喝我自个儿喝 我 婉儿啊到里屋去 爹跟娘有话说 我要吃鱼 给 都是你的啊 慢了点 我 我 不是个不名事理的人 我看信花 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比我强多了 我看 你干脆把她取过来 把我修了 你们一块好好过日子 我这心里 也就踏实了 丞相 是我对不住你 我不该背着你和星花好 我没了解你 沙 你俩 俩真的好了 前些日子 沈志本他们两口子 把皮行和皮房买了 卖给杨波雷了 我气不过 我去拦着他 没成想 却被他们打了一顿 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 那会儿 是星花陪着我 照顾我 宽慰我 替我想法子 虽然那天 星花她心里也不痛快 她是在想跑到西园子找着她 把她一年的报应都给骗走了 她本来是想 找我来说说委屈 没成想 我反倒要人家一个 让一个姑娘反过来 安慰我 你说我这心里都 成想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起你 你别怪星花 要怪就怪我吧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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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城 我明天就去找星花 我去探探她 看她是啥意思 你要干啥呢 你该不会是不想跟我一块过了吧 有她在 我 我就没啥不放心的 丞相 我没脸求你原谅 可是 你看在咱们在一块 过了十多年了 咱们三个孩子都这么大了 别赌气好不好 我 我没赌气 真的 我真的没赌气 你个应我没关系 我求你看在孩子的面上 行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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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帮你个应我 我咋会个应你呢 那犯错了是我又不是你 啥也别说 这事 就这么定了 承家 承家 scratch 过 了 我哭吧 我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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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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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杏花的叔叔吗 杏花在里面呢 在里面呢 您请 谢谢 请 等他就好了 请 晏花 吕昌 你这咋想着来了呢 城下回来了 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不用多想 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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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 强衣服 Thanks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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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How about 国官 Platform Come on 菊花啊 这位爷子到菊花 这位爷子这边请 哎呦 哎呦 来桃花啊 把前爷他到桃花跳去啊 快去 爷爷请 爷爷来了 这位爷是 昨儿你那帖子都送过哪几件啊 这是我们家少爷杨爷 哎呦 你就是 丢丢大名的杨少爷杨公子啊 哎呦 你不知道啊 昨天我到你府上去送帖子啊 可是你们家开门的 说什么都不让我进 我就没见着你 刚才我还在行事着 你说这个杨公子 他可不可伤我这个脸呢 没想到啊 我想谁谁就来了 哎呦 杨公子啊 来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这还杨爷 杨爷 杨爷 这个姑娘 有北京的 天津的 还有苏州的 杨爷的大姑娘啊 前期说话 她就一个好 哈哈 来 把杨爷带到牡丹庆去啊 好的 这是我们的为客 来来来来来来 请 请别请 干净啊 哎 赶紧给过客上场啊 快点 好嘞 好嘞 杨卫的 给爷再添点酒 好嘞 爷问您点事 您说 这张家口有多少家窑子 您问这个呀 这个宝善街 长寿街那边 是一家挨一家 您想逛哪一等的 啥叫哪一等 咱张家口这地的窑口 那可是分好多的 最好的要数 三顺院 迎春院 童心院 美园那些 老板来壶酒 好嘞 再差一点的呢 有这个双拳 您慢用 这个双服 什么桂栏 什么连春这些 多了去了 德育楼里边 可以打茶围 再差一点的 就是大观园 这个三间房那些下厨 至于什么暗门子 土窑子 那就更多了去了 不过 看老板这身打扮 怎么也不至于去那些下三岸的地界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你也是经常逛窑子煮吧 老板 您这是夸我的 咱这小本生意 哪逛的去窑子啊 也就是客人们在这吃饭的时候瞎聊着 听上那么一句半句的 最近张家口这边有没有新换的老宝的 新开张的窑子 怎么着 您还想着挑点鲜食吃 是吧 啥鲜食嫩食的 张家口这边哪有新开张的窑子 赶紧告诉我一事 爷亏待不了你 拿着 哥哥要走西口 妹妹要犯了这愁 提起哥哥要走西口 妹妹这泪潮流 看看我的宝贝闺女 来 起来 给她看看啊 太漂亮了 哎呀 宝宝啊 你叫大义鹤啊 肯定是个大美女啊 来 宝宝 好 乖啊 那给你穿衣服啊 嗯 等着 孝宝宝啊 就说啊 嗯 然后明天就去给你找一个先生 嗯 先生是干什么的呀 他呀 教你读书识字 哎呦 爷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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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好好伺候着啊 哎 哎呦 哎呦 爷 您来了 您来了 来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哎呦 哎呦 您慢点 娘 我最爱穿大红衣服了 真的 你最爱穿红衣服了 那好啊 那你得答应娘一件事 什么事啊 林家妈 哎 外头来了位贵客 指名道姓要见您 哦 是吗 来了 哎 那人有钱吗 像个有钱人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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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角 快把他弄走啊 我不想见他 十三角 咋弄走啊 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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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宝贵 孙宝贵 你的娘的 你让爷好找你 孙宝贵 你们几个 先下去吧 是 是 下去下去 我的 实在讲 你这跟爷说清楚了 你把爷的钱都卷哪儿去了 啊 你要是来说事的呢 那咱们就坐下来谈谈 慢慢 慢慢地说 你要是 来找事的呢 那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嘿 你 你的娘子还挺碰 啊 哎 你要是不把爷的钱卷走了 你能有这么大的窑子吗 啊 你能喝个啥啊你 啊 没错 你的那些爷子 是被我卷走了 我用那些爷子 画了这个大法子 但是我得告诉你啊 现在的十三小 可不是以前的十三小了 上到张家口 大进门的左官老爷 下到各家票号的这些大小掌柜的 都是我的熟人 咱们这个家呀 你还想要的话 你就好好地过 你要是不想要 我就成全你 你 你的娘子我就是废话 你想打我是吗 你想打我 好啊 你打 你打呀 你打得我满地找呀 打得我喊不起来 来吧 我告诉你啊 你懂我一小手指头的话 明天我就让你断根断根 出去要半句